击退北州河突厥联军 芒山之战带领500名骑兵解围金庸 依靠南宁入镇室 名传后世的南宁王高长公 高长公 本名高宿 族名高孝冠 自长公 渤海郡涛县人 北齐宗室名将 中国古代四大美男子之一 高长公是东魏全城高欢的孙子 高臣第四子 生母不祥 早年试图经历远不如其兄弟 直到天保八年 公元557年 方才起家 被授为通直散旗侍郎 天保九年 封岳成县开国宫 敬尚一同三司 天保十年 加授一同三司 开始出任地方官 以本官行四周事 高阳死后高阴继位 北齐前明元年 公元560年3月21日 高长公授封南宁王 后来 累次申迁至宾州刺史 在前明之变后 皇叔孝昭帝高眼登基 给予南宁王高长公进一步重用 一通前1500户 转中领军 加开辅一同三司 武成帝高战继位之后 大宁元年 公元561年 备受史池节都督 并州诸军事 并州刺史 次年 别风巨鹿郡 开国宫 十亿一千户 敬领军将军 和亲二年 公元563年 北州大将杨忠 与突厥木干可汗 和兵自横州而下 攻北齐 直逼并州 高长公参与了 击退突厥的作战 奋力将突厥人击退 和亲三年12月 芒山之战时 北州攻打洛阳 武成帝高战 派高长公 与并州刺史段韶 大将军胡绿光 前往洛阳救援 因为惧怕北州的兵力强大 不敢前进 段韶利用谋略 打败了北州军队 高长公带领500名骑兵 冲进北州军队的包围圈 到了金庸城下 因为高长公戴着头盔 城中的人 不确定是敌军 还是我军 直到高长公 把头盔脱下来 让大家看到他的面貌 城上的人 才开始派弓箭手 放箭保护他 之后 高长公成功替金庸解围 北州军队 最后放弃营帐逃走 从芒山到谷水的 三十里间的川泽之地 都是北州丢弃的兵器自重 高长公在芒山之战中 威名大政 士兵们为此战役 而殴割他 积后来知名的南宁王入政局 同年12月15日 高长公被任命为尚书令 后来逆任四周 青州 营州的地方长官 武平元年 公元570年7月初三 担任陆尚书士 武平二年2月24日 担任太尉 三月 北州齐国公宇文县 从龙门渡过黄河 又乘向胡绿光 退守华谷 宇文县攻取了胡绿光 新著的五座城池 高长公与太宰断韶 又乘向胡绿光 联合进攻小谷 率军抵御北州的进攻 进攻博古城 攻克后就退兵而回 武平二年5月 北州晋国公宇文滬 派中外府参军郭荣 在遥乡城南 定阳城西修筑城池 6月 段勺包围定阳城 当时段勺生病 对高长公说 这座城池的三面 都有两道和豪 无路可走 恐怕只有东南一条路 贼寇一定会从这里突围 应当挑选金兵 专门防守这条道路 这样一定能够捉住他们 高长公便派一千多名壮士 埋伏在东南建口 城中的粮食吃尽 宇文县集中所有的兵力去救援 但因害怕段勺不敢前进 杨夫率领现有的士兵 趁夜突围出城 被高长公的伏兵攻击全部服辱 武平三年八月 高长公被任命为大司马 武平四年四月十三日 担任太保 高长公前后因各项战功 被封为巨鹿郡 长乐郡公 乐平郡公 高阳郡公等 在盲山之战后 北齐后主高伟对高长公说 这样冲进敌阵之中 如果不小心发生意外怎么办 高长公回答说 国事就是我们的家事 在战场上 我不会想到这个 而后主高伟 因为他说了家事 又听到士兵们唱的 南宁王入阵曲 便开始猜忌高长公 定阳之战时 高长公代替段勺的职务 统帅军队 但常常收取贿赂 据脸财物 他的亲信 魏向苑问他 大王受到朝廷的重托 为什么要如此贪心呢 高长公没有回答 魏向苑继续说 是不是因为盲山之战大盛 你害怕功高震主 遭到嫉妒 而要做令人看不起的事情呢 高长公回答说是 魏向苑说 朝廷如果记恨你 这样事情更容易被当成是罪名 这不是躲避灾祸 而是招来灾祸啊 高长公听后 哭着俯身 向魏向苑询问解决的计策 魏向苑说 您之前已经立下战功 这次依然打胜仗 声望太大 最好脱病在家 不要再管国家的证事 高长公听从了他的计策 但没有办法成功隐退 等到朝廷对陈朝用兵 高长公恐怕再次被任命将军 看西说我去年脸上长庸 现在为什么不发出来 从此有病也不肯医治 五平四年五月 后驻高伟派遣使者徐之范 送毒酒给高长公 高长公对他的王妃 颖阳正式说 我对国家如此忠心 哪里又辜负皇帝 而要赐我毒酒 正式回答说 为什么不亲自去当面向皇上解释呢 高长公说皇帝怎么可能会见我呢 于是引救而死 后来被追赠为太尉 高长公在军事上的成就 在于他参与了北齐后齐 与北周的历次大战 并数次击退北周进攻 传说 南宁王高长公性格勇武 而貌美似女人 他觉得自己相貌不够威慑敌人 于是雕刻了木制的假面 打仗时就戴上 后来经常戴着面具来对付敌人 曾经在金庸城下 攻打北周的军队 永贯三军 北齐人都称颂他的永壮 为此创作舞蹈 来效仿他指挥几次的姿态 称作南宁王入阵局 这也是古代乐武大面的由来 在官方形象的宣传上 与王森辩 胡绿光的名将地位 得到了唐宋两朝朝廷官方的认可不同 高长公并未获得这种配想入司的待遇 其形象宣传 主要依靠南宁王入阵 取为载体而进行 直到现在日本奈良 元月十五日春日大赦 举行一年一度的日本古典乐舞表演时 南宁王入阵 仍作为第一个独立表演节目 日本人将其视为正统的雅乐 格外珍视 对其保留和传承 有着一套十分严格的习民和秘传制度 使得我们有幸在千年之后 还能欣赏到原汁原味 撞怀激烈的南宁武器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